好想飛啊 什麼時候才可以飛啊 如果要飛 今年有一個生肖就比較難 那就是熟猴的生肖 因為今年有暴敗和天壓星 而天壓星也代表出行上容易有航班上的問題和意外 而暴敗也有突如其來的打擊 所以如果熟猴的話 在飛的時間今年就差一點 尤其是龍年七月 另外留意亦有亡神星的影響 亡神就是一些健康上的問題和容易發脾氣 如果跟熟猴去旅行的話 今年就差一點 不過今年在工作上都不錯 今年工作上有紫微星 紫微星除了代表權力上的增加之外 亦都代表一些老闆、上司、氣中理的機會 所以在工作上都不錯 同時有龍德星 龍德星代表一些風風發吉之類的影響 都是好東西 還有天氣星 如果你今年想生小朋友的話 就是時候了 因為天氣代表一些好的事情 或者叫做起事 所以如果你想生牛BB或者虎BB 今年是時候了 即是跟熟猴那些不夠安全 有沒有安全一點的 當然有啦 就找熟雞的人去就最好了 把我放進去 先把我放進去 嘩 嘩 六分 六分就是升職加薪的影響 所以今年熟雞的人除了許多人好之外 亦都代表工作上有正面的幫助 但留意一點點 今年有八虎星的影響 八虎星是代表一些事情容易有障礙問題的出現 而浮沉星代表一些 這件事比較是 很不穩定的 很波動的情況 同時有非廉星 非廉星代表一些閒言閒語 說話上的影響 所以在人勢關係上 似乎這一部分 可能容易有人妒忌你 眼紅你 升職加人工的情況 還有血韌性 血韌性代表一些刀光劍影 或者血光受傷的情況 所以今年如果可以的話 不妨可以安排手術 在農曆八月 或者做一些捐血 洗眼的動作都可以化解血光之災 另外如果出癢的話 其實今年屬豬的朋友都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今年有逆馬星 逆馬星動態代表出癢上比較多機會 但是今年出不了國 亦都代表工作上有調配 以至乎搬家機率都比較多 但是空星上 亦對出行上有些影響 因為有天狗星 天狗星代表一些意外 或者是一些被劫財的意思 同時也避免盡量晚上出街 尤其是農曆十月 還有孤虛星 孤虛星代表人在意鄉為毒客的感覺 所以出行上 亦都代表自己個人比較孤寂 比較孤單的感覺比較重 另外還有吊客 吊客除了代表工作上容易做事 呼吸不到氣之外 亦都代表參加白試機都比較多 今年其實負能量比較重 想法容易想歪 所以今年出行不妨有些熟苦的 一起出去 借我們今年天月和太陽星的幫助 去化解一下個人的負能量 最近做事不是很順 會不會讀書好一點 可以的 尤其是熟暑的朋友更加適宜 因為今年有文昌星的幫助 再加上碎合星 亦都代表容易和上司老闆接觸的機會 所以如果今年想考取一些專業牌照 或者知識的話 其實都是正正是一個好的時間 另外大留意一下 今年有病庫星 在健康上會差一點 尤其是腰腳問題 以至乎是生殖系統也會弱一點 同時有墨月星 容易出國機會 或者容易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但這件事比較有阻礙 或者問題比較多 不是那麼順利的事情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工作上擁有吊籤的事 而今年適宜就是 可以考多一些牌照 專業知識 努力學習裝備自己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工作表現 話說回來 你帶開酒吃到東西的? 我燒給你 原來是這樣